中美贸易战再扩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西七一宣布 9月24号起将会对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换来的就是中国的报复行动 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关税 而且也特意挑在9月24号生效 但值得关注的就是 中国至今已经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加征关税了 而去年中国也只进口了1300亿美元的美国货物 因此美国商务部就认为 未来贸易战如果再升级的话 中国已经没有子弹了 恐怕很难再用关税的手段来进行报复 特朗普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昨天在白宫会见波兰总统的时候 就送了顶高帽给自己 波兰总统杜达昨天前往白宫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希望能够寻求美国军事支持 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威胁 而特朗普与夫人梅拉米亚 也亲自在门口迎接杜达夫妇 只不过说着说着 特朗普又把话题扯上了中美贸易课题 甚至认为 美国在这场贸易战占上风 做得很好 可能是越想越气吧 特朗普之后 在与杜达召开联合记者会时 又在重提贸易战课题 还形容美国就像是个 任人剥削的主宰前观 就连静静站在一旁 没说话的波兰总统也中枪 我们是世界上的狗币 我们被中国剥削了 我们被剥削了 我们被剥削了 不好意思 Mr. President 您的美国联系统 我们被剥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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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特朗普也补充 美国的谈判大门一直打开 如果中国想过来谈谈 美国无人欢迎 他也相信 中国最后会在某个时刻 与美国达成协议